接下来的话,定义名称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这个公式里面 这一个清单的范围 那我必须跨工作表 所以你会发现工作表名称清探 然后后面加一个范围 然后这个范围的话 里面又要锁定2跟3 所以其实有点麻烦 所以一般我们如果说有跨工作表的范围 或者很大的一个范围 通常会用名称来取代 那名称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先定义一个名称叫性别 那请各位游标放A1C 然后就是先有一个名称 或者你用打的也可以 然后把A2到B3选起来 选完之后的话 再到它的上方 有一个叫名称方块的一个地方 把它点选一下 点选之后把他的名称给他 那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名称 对应到的就是这个范围 所以按Enter 那我们就增加一个性别 那同样的 所以后面呢 请各位自行完成什么 完成那个 像年龄的话 年龄的话你可以 一样Ctrl-C 选这个范围 然后把它贴到这边 Enter就可以了 那后面的部分都一样 就是说我们可能待会呢 要做蛮多的定义名称 包含就是说从性别 一直到最后一个 那因为后面 请各位自己再把它 如果贴的话可能要小心 选这个Ctrl-C 然后选底下的范围 然后在这边把它贴上 Enter一下 Ctrl-C 范围选下面 Ctrl-V Enter OK 那也就是说 总共好像有14栏 所以呢 这边可能要做14栏 我大概简单先做个几个吧 OK 所以这几个 然后贴上 Enter 那做完之后的话 跟各位讲 顺便你们要学会一个叫公式里面的 名称管理员 那也就是刚刚的名称 比如说性别 值得打一个范围 这边就出现了 会用虚线帮你框起来 所以将来如果出现错误 你可能要检查一下 你是不是定义名称错误 因为之前有同学做完之后 发现有某几栏 发生错误 那原因都是出在定义名称 选错范围的 OK 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可以把这些范围都选好 选完之后的话有什么好处 再切回到刚刚的这个公式里面 我们一样再把游标放在插入函数 那你在table array的地方把它delete掉 以前用选那个范围 那取代它的就是 你把游标放在上面按F3 将来的话呢 就真的有点像观点式资料库了 那也就是说呢 以后就会是一个名称 那个名称的话叫性别 因为性别指的就是那个范围 所以你用名称来代替按确定 它就会出现一样的结果了 那好处就是说 它的公式相对的也比较不会那么冗长 而且上面不会有一些什么 哪一个工作表的哪一个范围 其实会是一个比较清爽的一个名称 OK 那另外的话呢 你也不用去管说哪一个列要做锁定前的符号的这个部分需求 OK 所以这边做完之后的话 那我们基本上就把它打个勾 那一样向下填满了 结果会一样 那年龄的话怎么做 年龄一样嘛 就插入一样是V函数 然后查什么呢 我要查的是前面的这个年龄 然后去哪边查你就按F3 然后呢去到哪里呢 去到年龄里面查 那一样输入第二栏 然后要完就是精确的比对 OK那确定之后的话 一样就可以把第二个给做出来了 但是问题来了 这样好像有稍微有快一点吗 有啦好像在这个定义名称上面稍微快一点 你就不用选了 可是好像还没达到我们要的预期结果 对 所以如果待会我希望再加快的话 那就必须要再搭配一个东西 就是呢 在TableArray的地方 我们必须要再加一个叫Interest函数 OK Interest函数的话 其实它的用法 其实你们可以在底下练习 比如说A8这个地方 插入函数的地方 可以看到一样查阅参照 里面的话I开头的 这边就会出现Interest函数 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其实会有两个参数要你提供的 第一个参数就是说 这边有啦 叫REF 就是Reference 意思就是参照的文字 文字特别重要 如果将来你的参数有文字的话 记得前后加双引号 比如说我想要把性别这两个字带到A8 就有点像复制资料 复制过来的话 那你当然可以点选A1 可是A1前面如果没有双引号 那会出错 所以按确定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 它会出错 它是旧版的会是出错 可是新版的 它现在的新版本 它会自己帮你去抓资料 所以这个地方 结果好像新就 那正正确的方式应该是这样 你要跟他讲说哪一个文字 就是Test 所以记得前后加双引号 那意思就是说把A1里面的资料帮我带过来 它得到就是性别 如果你没有加 它好像旧的版本是会出现仅Value 那新的版本OB365 它反而变成把底下的资料带过来 所以这个大概新旧版本的函数 好像用法又有点不太一样 那假如说我今天希望 把某个范围的资料抓出来的话 你就可以在里面怎么样 加上它的名称 像我们刚刚不是有定一个名称叫性别 你也可以把性别两个字带过来 它就会帮你把这个范围的资料抓过来 那所以用同样的方式 我们其实就可以把它套用到 我们刚刚的Value函数里面 那你这边其实就可以怎么样 假设性别的话 你会在这个地方改成叫Interact 我是建议你自己打 因为你当然在插入函数是可以把那个带过来 可是会让整个步骤有点混乱 所以我的习惯是直接打 所以你们可能要把这个Interact稍微记一下 前刮弧 那里面应该理论上是加什么 前双引号性别 后双引号 然后刮弧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我要特别名称用的是 跟那个定义 跟栏位名称上面是一样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我把游标点下来这里好了 它会跳过来 OK 你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第一列 这个地方 上方的栏位名称 实际上 就跟我们刚刚定义的名称 实际上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定义好的名称都一样的话 那我们将来可以用一个方法 就是说 我把我的Interact 指向我上面的这个储存格 它会自动帮我把什么呢 把这个性别两个字带过来 那性别两个字带过来的话 实际上就指的是那个范围 它就把质量带过来让我查询 所以我们后面这边Interact的话 可以把什么呢 把上面的这个栏位名称加进来 所以B1 OK 那记得啊 前后还是要加双以后 因为你如果没有加双以后 就会像我刚刚遇到 不是不是 更正一下 这边的话记得不要加双以后 为什么 因为我实际上是要抓 那个里面的资料 那里面的资料 本身就是文字 所以记得 Interact后面 刮户里面 不要加上前后双以后 就是直接放个B1就可以了 OK 好了之后的话 我们按去要确定 实际上它结果会是正确 而且你向下填满 不过喔 向右填满应该 这几篮应该OK 可是喔 如果你再向右一个喔 你会发现这波 这个应该OK 那在后面这个我看一下 应该有些会不OK 为什么 因为我后面这几个名称还没定义好 所以它会出现错误 那假如说我全部都定义好的话 它理论上应该是 就会做出我要的结果 可是如果我今天呢 假设我向下填满的话 还是会有个问题 它还是出错 所以呢 如果你假设要向下填满是正确的话 可能要记得一个地方很重要 就是说你如果你向下填满的话 根据这个Excel的规则啦 你如果向下一个啊 它就会帮你加1 也就是说你本来是指向 因为我用栏位名称 去转换成性别两个字 放在这里面 去抓我们刚刚好 刚刚定义好的名称嘛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要向下填满 要固定的话 那一样记得喔 这个地方 请你一定要加一个钱的符号 让它锁定 固定在第一列的意思 OK 打个勾 然后把它向右向下 这样应该就OK 一次就完成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利用Indirect 这个函数相对会比较困难一些些 但是其实非常的方便 可以自动去抓上面的名称 自动帮我转换 请各位试试看这个部分